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用嘴巴种钻木香菇第十集 我们这一集要讲的是 终于要讲到打蜡了 那打蜡我们今天介绍一下 我们要准备的蜡块 这一块大概4.5公斤左右 配上我们的松香 松香这一包 你们拿到手之后 我们都可以称一包就是250克 那250克一包就配一块 可是你有时候没有办法煮这一块 你看哦 这一块有没有看到 其实它是四等份的 这边中间有裂痕 它是四等份的 那四等份 如果你今天只有煮一半 你就自己大概就挤一半 倒进去 好那再来就是蜡盆 蜡勺 蜡勺 还有一个刷子 我现在其实把蜡涂上去 有很多方法 我现在分享的是 我们自己惯用的方法 我们菌种植菌植好之后 那确定它都是有井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开始进入打蜡了 那最好在植菌工作的时候 有人止菌 有人就直接接着打蜡 这样的效果会比较理想 那我们取蜡盆的时候 蜡盆的重点是我们要取一个 其实为什么我们取蜡盆 不要取生锅 因为你在用的时候 这个会这样子咬进去 所以你会要求这个面比较大 所以我就选择我用脸盆 我觉得脸盆比较适合 好啦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把这个蜡盆放在火炉上面 那有几个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个 如果你是种植扫量 不要想要用电磁炉 不要想用电磁炉 基本上要煮到蜡帽烟是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第二个 也不要用卡斯瓦斯炉 除非你真的种很少 我们说的那种扫是 你只种两根树木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蜡勺 去卡斯瓦斯炉上面煮 不然其实你正常还是要用 一些比较正规的炉具来煮这个蜡 好那我们讲几个蜡 煮蜡的重点 第一个 你在涂了之后 蜡要煮到冒烟 蜡的状态是要冒烟 可是不要冒很大的烟 如果冒很大的烟 它就会有可能会自己自然 会烧起来 那如果烧起来的话 你也不要过度担心 你就拿一个铁盖 盖上去 那其实煮到蜡起火 是蛮容易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要在你的蜡锅旁边 就已经准备一个 不管你都准备盖子 一定要金属材质的 就像你们家里那个油锅冒火一样 盖子把它盖起来 像我自己有准备一个托盘 我自己是用一个托盘 那待会也会示范一下 冒火之后要如何把它灭火 也不要太紧张 那唯一的重点就是 当你在打蜡的时候 这个安全规定你要记得 在打蜡的时候 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小孩 特别要注意 你不要让它接进蜡锅 因为那个蜡它很热 如果你的手 不小心叠进去 你扒起来 把它躲到手上 那那个人是没办法 像可能热水 直接把它剥落斗 它会整个这样黏住 所以你要注意 你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务必要记得 不要让它接进蜡锅 好啦 那很多人说打蜡的过程 就会有很多人想要问说 我们的蜡是煮到冬冒烟 确实是很烫 那你把它这样涂上去的时候 表面上的菌种 是不是会死掉 确实它也是会烫死 不过那你只有表面上一点点 那在这边 我们可以直接白话的说 你就直接忽略它 当然除蜡的时候 你会想要知道 蜡的温度够不够 第一个 你目视你的蜡锅 有没有冒烟 如果你的蜡锅是有冒烟 完成 第二个标准就是你的刷子 如果你这个刷子 好 看一下这个刷子 刷子 基本的蜡温太高 那蜡温太高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火关小 一个是加新的蜡 那你自己 可以自己选择 那你要用什么方法来降温 不要加水 那水跟蜡 它是会分层的 还有我们在煮这个蜡锅 刚刚还跟你说 这个蜡盆里面 放的只有纯蜡 跟纯松香 是不需要加任何一滴水的 那如果 昨天不小心 怎么有雨水倒进去 煮一煮的时候 它会冒很多烟 它就变成水蒸气 就跑掉了 所以蜡锅里面跑进去水没有关系 好刚说的那两个 第一个是不要变成泡面 还有第二个是 你涂在那个洞上面的时候 那个洞上面表面就很像 双氧水涂在伤口上面 的那种起泡泡 就代表你的温度是 你的温度是够的 那我告诉你们 如果温度不够的话 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 温度不够的话 你涂上去 它很快 它会比较厚 它很快的 就会凝固了 那比较厚 有时候你在搬运碰撞的时候 它就比较容易脱落 所以理论上 好 滚起来 涂的会比较薄 还有一个是 温度不够 你用的蜡量 也会比较多 它不是多一倍 但实际上可以多两三倍 你会发现说 你的一片蜡 怎么可以 打那么少就没有了 还有刚刚介绍的那一块 4.5公斤的蜡 它大概 我自己的经验 其实 如果你打得很 像我打得比较谨慎 不至于浪费 其实好像也只能打 5 大概50罐到70罐的菌种 那如果你打得很薄 我们也可以说打得比较不确实 那可以打到80到100罐 那这两个影响 你在后续管理上 我认为打的确实 会比较理想 你打的不确实 如何得知不确实 你在走菌的时候 你的洞口变成白色 就是菌吃 那就是你打的不够确实 那确实跟不确实 也其实都可以长得出香菇啦 老实话说 但是 如果像我们专做 就是零下 那你可能出席 在4月去立木的时候 你会希望你的蜡膜 还是比较完整 如果当年没有遇到梅雨 你打的蜡好不好 跟结果比较没关系 如果像今年 那么明显 到7、8月的时候 都还这么明显 你的蜡膜的完整程度 就是相对的重要一些 好啦到这边 我们这一集很简单的讲完 打蜡这件事情 那打完蜡之后 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进行走菌 那走菌应该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说 好啦 我们红尘TV 下一集再见 祝大家种植顺利啰 最后一个安全小规定 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不要说规定 应该是说叮咛 就是说你煮蜡的 煮蜡 的地方 一定要在 呃 希望会在地板的平面 不要什么溃在石头的上面 我是说你的炉具 炉具一定要接触地面 尽量让你的这一个 蜡 的这一个 锅子跟炉子 都是越低越好 不然有时候你放有点高 我有看过 像卡斯瓦斯鲁 我都放在桌上 他只有打一点也没有错 但是一转跟啪 就就就喷了 有时候是在这个 呃 岛的过程当中 蜡这样喷茧出去 那还有一个 他那个在打蜡的时候 你那个蜡盆附近 的地板上都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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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如果是水泥地的话 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农场 专门打蜡那个地方 每年那个蜡都还很厚的 会结附在那个水泥地上面 所以你最好铺个 木板 纸板 来防止这些低的蜡 其实低到地板上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下雨天走过去的时候 你是有穿球鞋 其实地板会很滑 你想想看地板上一层蜡 就是那种感觉 祝大家种植顺利